工作其實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要怎麼在於 工作的時候工作 玩的時候玩 你要怎麼分配時間 我覺得也很重要 因為你總部人人生都在工作吧 應該覺得說 感覺年紀好像到了一個年紀 就覺得一直工作 覺得要出去走走看看 應該說在你活著的時候 可以去多看一些人事務 而不是只是忙著工作賺錢 因為其實我有一種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可能跟大家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就覺得為什麼要工作 為什麼要賺錢 就是我會覺得這個問題 活在這世上好煩喔 可是你必須要工作賺錢 你才有錢 你才可以出去往外跑 這就是一個很根本的 就是生活問題 我其實去年的時候我就想說 OK我做最後一個工作 拍戲拍到年底 那明年開始我要開始要放風了 其實我自己抓是想說一年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還沒能出發 然後就只能待在台灣 所以這段期間其實 我就是在家裡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我有拍我自己的影片 今天不工作要幹嘛 打你毛球 那這影片呢 其實也是做好玩的 就是我自己跟幾個朋友 覺得 那我們來玩看看 就是我想要拍一些影片 然後去做一些可能我們平常想做 可能沒時間去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來做這件事 反正就是找我們空檔的時間 對 可是因為我不想要有工作的感覺 所以我是想到什麼 才去做什麼 我蠻情緒化的 我的情緒化就是 就是可能開心的時候非常開心 然後不開心的時候你就是不開心 只是你也好補足 對 但是你 就是會比較容易的是 可以把情緒發洩出來 但是那就是一種發洩的一種 就是沒有任何原因 不太會表現給身旁的人看到 可能頂多他們看到就是我 可能臉臭臭的啊 或者是悶悶的啊 但是你會在意那些 以前比較會在意 就是會覺得 就是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講的話 或者是 可能有什麼誤會 但是畢竟三十了 你已經不是女孩子了 你不能像小妹妹那樣子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 你就會覺得好像這些 也就這樣子 就他們喜歡講就讓他們講吧 因為你要關說的東西太辛苦 太多太辛苦了 我的腦容量可能只有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記這麼多 讓我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或者是我覺得沒有意義的事 對 所以我會選擇就是 OK我看到了 那但是我想要更關心的 可能是我的家人 應該是說 就是 可能認清現實的地方就是 你好的 就是每一個 你在做這個圈子的人 有好或有壞 你的時期是不一樣的 那當你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做一些 充實自己的事情 你才不會陷到一個狀態說 自己好像不好了 怎麼樣的 所以就是那個 要怎麼去調適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知道嗎 如何開始啊 就問進去 我早講了 2013 終於把會議 回到 這麼快 你